我是从10年开始中咖啡 不了解更不用说喝过 18年的时候 一个培训才第一次真正的做到咖啡 这么苦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喝呢 我是瓦竹 我们是直接从严实社会主播到社会主义社会 跳了好几集 刚开始我要求大家来跟我们中午咖啡的时候 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 他不认识咖啡嘛 不要说是喝了 他见也没见过 卖不出去了 要怎么办 你喂猪猪不吃 我们自己也吃不了 瓦竹嘛也比较传统嘛 他们说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走 你家也条件也好嘛 那干嘛要这样抛头露面的 不怕被人说吗 想够不种啊 当时已经说出口了 你们又不相信 所以我就一定要种出来给你看 18年去 就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培训吧 第一次真正懂得咖啡的处理方法 精品怎么做 它会有不同的风味 你可以喝到柠檬酸 可以喝到苹果酸 像莓果啊 淡淡的花香 就想了怪不得国外那么喜欢喝这个咖啡 还那么贵 原来它的精神就在 在里面 云南咖啡越来越好了 因为有好多的云南咖龙 它不断会种植 它也会喝了咖啡 我都尝过埃塞尔比亚的 还有卢旺达的 还有哥伦比亚的 还有叶门豆 你不会喝的话 别人问你 你的这个豆子好不好 你自己就说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去 方方面面地去了解 方方面面地去学习 才能有这个主导情 我的目标是希望更多 全国全世界的人 能知道我们中国 也能尝出自己的好咖啡 我希望我总有一天 我能带着我的豆子 能自豪地进到进博会 这个是我的豆子 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豆子 就是我们合作社 就是种植咖啡的妇女 占70% 以前可能没有什么收入 想要的东西 买不到 喜欢的东西 就是得不到这样的 所以通过种植咖啡 它也有自己的收入 在自己家庭也有 自己的一定的地位 有花以钱 它想要什么 想吃什么 想用什么 都可以用自己的咖啡房去买 就感觉这个咖啡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刚开始你不懂 就是苦 辛苦和甜 但是钱 苦已经过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餐饥